南投市公所协同南投市体育会 日前于国道3号高教桥下 举行风雨球场启用典礼 祭三对三篮球锦标赛活动 现场嘉宾云集 先远林如阳张万志也亲自到场祝贺 因为以往我们在南投市 其实都打篮球的话要看天气 那现在因为有了一个 首座的一个篮球场之后 在一些下雨天或是天气 比较不好的时候 或是大热天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个风雨球场可以使用 那对于推斗篮球赛来讲 或者是鼓励民众来 那个参与球赛的话 其实是很大的一个鼓舞 去年南投市公所积极向交通部 高速公路局争取投入1200万元新建 打造两个全场的风雨球场 这对南投市的运动发展 深具重大的意义 那这个篮球场的完成 对于市公所 对于南投市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张市长对南投的体育的尊重重视 这是我们很高兴 南投市体育会也会跟南投市体育会 我们一起整个合作 不管是13江镇的体育会 还有公所 我们都会极力的配合在一起 将南投市的体育推向全国 先愿林如阳张婉池 感谢南投市公所的用心 新球场的启用将为南投市 南投爱好者带来几大的便利 无需再受到天气的影响 随时可以享受南投的乐趣 那这两座篮球场 其实也花费了1200万的 市公所的这个经费 那我想这个两座篮球场的成立 不仅是让我们的年轻人 更有地方可以打球 可以运动 那也代表了我们南投市 南投县正在进步的一个决心 还有能力的一个展现 其实呢我们的南投市 也是有相当多适合 新建风雨球场的地方 如果说有各位好朋友 如果有一个更适合的地方 也可以来跟我们建议 那我们一起来跟县政府 跟市公所来讨论 看我们可以怎样子 再有新增一个更好的环境 来供大家使用 南投市长张嘉哲也表示 特别感谢高工局县长许淑华的协助 才能够使得这座球场顺利落成 这次风雨球长期用典礼 季三对三篮球锦标赛的举办 再次凸显了南投市对于运动的重视 并展现了公所与县府合作的成果 接着邱平俊南投市采访报道